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明廷 現在繼續跟各位分享 NLP學院的 MetaMod 第七至三講 我們繼續延續上次我們所提到的 在扭曲裡面 什麼叫扭曲 就是我們把一些儲存在生成結構裡面的 資料簡化才能夠有效的表達 那麼在簡化的過程當中有很多資料被扭曲掉了 所以扭曲指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看一個東西 最常見的就是看花不是花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這句話很奇妙吧 那麼看一副美女圖 就像我來講 我這種沒有美術細胞的人 看著羅女這副名畫 世界名畫 但是我在找的 我只是充滿了 大腦裡面的邪惡思想 我一直在找 怎麼沒有 看不到一個沒穿衣服的女人 我只在 我滿腦子都是在充滿了這樣子在找 但是那些有藝術細胞的人 他們在找的是什麼 他們找的是 那些更漂亮的存在畫裡面的深層結構 所以他能夠看出來 哇這是一副世界名畫 那我呢 我這種世俗之輩 我就看不出來了 那也因為有這個扭曲 這種 這個能力 我們每個人都有扭曲的能力 就像說 某個人在講某些事情的時候 而講的人根本沒有這個用意 結果他就會說 你看不起我 你怎麼樣 你怎麼講話這樣子 你怎麼瞧不起人 但是 講的人會莫名其妙說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我從來沒有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好 好 這種扭曲在什麼時候最常看到 在我們的偶像劇裡面最常看到 在我們的 那一些愛情戲裡面 最常看到 我知道他不愛我啦 我被甩啦 他在追我 有沒有很熟 偶像劇裡面 那一些男女主角 常常都在講這些話 在瓊瑤小說裡面 最多扭曲的話 你看看瓊瑤小說 整篇都是這一種 好 充滿了扭曲 假如沒有扭曲 我們的九把刀 寫不出那一些 那麼快自人心 都在死吧 會不會 他在瓊瑤小說 我沒有辦法 想看 說 開場 我沒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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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跟各位談一般話 我們再繼續跟各位談一般話 那麼什麼叫做一般話 指的就是說 當心的認知進入到我們的大腦時 大腦會把它 從我們朋友的 類似的資料裡面做出比較跟歸類 然後把它們變成是 一個 也就是說把人跟事 這些物、歸類 能夠使我們 定出他們在我們的生命裡面的 一個意義跟地位 那麼能夠讓我們更有效地應用它 扭曲一般話 一般話來講在我們生活裡面 它是一個我們學習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因為有一般話的能力 我們人有一般話的能力 所以我們 譬如說 你看到螺絲 你不用學 你就知道怎麼轉是緊的 你看到按鍵 你就知道去開哪個開關 它是開或者是關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話的能力 我們一般話在我們的生活上 用的很多 那最簡單的應用就是說 我們因為我們人的大腦 有這種一般話的能力 所以我們譬如說 可能看到某一個電視劇 某個劇群 在我們來講只是 簡單的劇群 整單的劇群而已 但是某些人 譬如說曾經有那種傷痛的人 就會說 啊! 男人都是浮信漢 同樣的 我們譬如說看到了 現在的 某些隱星嫁給豪門的小開 那可能某些人就會開始講 啊! 這些隱星都是愛錢的 都是要嫁給那些豪門的 你看 它沒有一般話了 那麼 一般話裡面 在我們的一般裡面 有這幾種劇群 有蓋過性字眼 那操作以太 操作以太 操作以太又分成 可能性的操作以太 跟必要性的操作以太 還有一個 失去評斷者 失去效能 那這一種 基本上 失去評斷者 跟失去效能 這一種 在一般話裡面 我們比較少談到 那這是在 有的人分的比較細的裡面 會把它再加進去 那在這裡面 我就不加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 接著 刪除 什麼叫刪除 在我們的 我們必須要把 我們深層結構裡面 大部分的內容刪除 因為我們的大腦 每一秒鐘 會接收到大概 兩百萬筆資料 那麼他們 大部分在我們的 在談話裡面 都是 用不到的 就像我上次講 在我 講話的這個時刻 我可能 我 光我所可能感知到的 就很多 包括我的呼吸 假如我 本來不care我的呼吸 不講我呼吸 在講我呼吸之前 我根本沒有注意到 我在呼吸 有誰你注意到 你在呼吸 但是當我一提到 你就開始注意到 原來你也有呼吸的 你不是僵屍 所以 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會把一些 不重要的 資料 自動的刪除 因為假如我們 不做這樣子的 事的話 那我們就會瘋了 那刪除的功能 在我們的講話裡面 在我們的談話裡面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 我們 講話的人 自認為說 我已經知道了 對方知道 所以我把一些 以為對方資料的 信訊給刪除掉了 譬如說 我買了那個 欸我今天買了什麼 譬如說 可能回家 你會跟你的小孩 或你的太太 或你先生說 欸我今天在夜市買了 你就講這樣子 或是我在夜市買了什麼 我今天逛百貨公司 我把那個買掉了 買了 但請問一下 你買什麼 沒有人知道 你以為 對方知道 但是對方 完全並不知道 或者是你可能會說 喔 他真的是傷害我很深 請問 這裡面刪除了什麼 他是誰 他如何傷害你 好 那麼 這個都是屬於刪除類的 那麼刪除裡面 是我們在整個語言模式裡面 最多類型的 它有包括 名詞不明 這類型裡面有 包括 切換參考指標 受詞不明 回憲定參考指標 名詞化 定義不明 形容詞不明 那還有的是 第二類型的是 動詞不明 這裡面包括 副詞不明 還有 刪除類 簡單刪除 比較刪除 OK 那麼 再接著 我們來講 Meta Mode 最主要是在說 做什麼 他是在偵測出 說話者 他講話中 我們試著從這些 他講話的模式裡面 試著去知道說 說話者 他裡面 的語域裡面 真正的生成結構 所以 Meta Mode 是要 透過一些 問題的方式 花問的方式 把說話者的生成結構 把它還原 那麼 要做什麼 把能夠導致說 困擾的生成結構資料 呈現出來 而使當事者能夠 認清說 實際上 他所處的 並不見得是這樣子 而能夠 走出困境 甚至 走出來 好 就像說 今天我看到新聞 有三個大學生 因為覺得未來無望 所以他們自殺了 想起來 我在這裡我真的很悲傷 但是假如說 在開始的時候 有人問他們說 你如何知道會無望 你還沒有做過 你怎麼知道 也許可以讓他們 不會去有這個悲劇產生 甚至或者是 你問一下 阿巧無望 會怎麼樣 會怎樣呢 未來沒有什麼希望 那又如何 這個世界上 難道 只因為這樣子 就世界末日了嗎 沒有阿 好 所以 只不過是 我們用一些簡單的話語 讓當事者 走出他自以為是的 一個困境而已 然後 換一個框架 讓他知道說 其實世界上不是那麼小啊 還有其他的方式啊 好 那麼 MetaMod是一套 非常有效的 收集資料的 一套方法 跟曾經意義 跟打破一些 限制性的思想 一些思想病毒的一些方法 那麼 最主要是可以把一個人 帶到一個不同的方向 然後發現過去 省略掉的一些意義 跟荒話 那麼改變他的行為 跟成就 那麼 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很多都是應用到 MetaMod 尤其是 身為一個主管的 身為一個 你在工作上 一定可以用得到 不管是你在工作上 在領導上 在諮商上 你都可以用得到 我在這裡要強調 MetaMod 不是只有在諮商 在輔導上才用得到 在管理上 隨時可用 在業務上 我可以把MetaMod 我曾經發展出一套 用在商業管理 銷售上 甚至在談判上的 MetaMod的模式 好 那麼 就看你怎麼用了 那麼MetaMod 用在自己的身上 可以大大的增強你的思考能力 好 那也是可以幫助人的 那麼 MetaMod 是在NLP 不只是在諮商輔導上 的重要工具 它也是 NLP所有的技巧 幾乎都是從 MetaMod 這邊產生了 Risha Bender這麼說過 Risha Bender說 你所知道的 現在有的 NLP的技巧 都是要用到MetaMod 這也就是 我在 學習NLP十幾年來 我深刻體會到的 同樣一套技巧 有人會覺得說 沒有怎麼樣 但是在不同的人用上 你可能只是 簡單的 一句話 就整個改變了 好 所以有人會說 NLP 力量很大 很強 但是有人 會說 很沒什麼 到底強不強 好不好 就看誰用了 就看你怎麼用了 我再強調一次 就看誰用 就看你怎麼用 假如你現在還不懂 就用最簡單的 從最簡單的來 你先去模仿吧 模仿你周遭的那些 用得很好 或做得很好的人 注意看看 他也許沒有學過NLP 沒有學過MetaMod 但是他自然的 就在用了 我看過 最棒的溝通者 最棒的銷售的 其實 他已經是 雖然沒學過 但是自然的人 他就在用了 好 那麼 在諮商上 或者是教練上 扭曲類常常出現在感情裡面 就像我剛才講的 啊 他不愛我了 感情的案例裡面 最常發生 那扭曲類的 我在這裡要講 因為牽涉到感情類的 牽涉到那個 自以為是的 所以這個部分 會衍生出 其他的 好 問題產生 那一般話裡面 牽涉到 往往是牽涉到 信念跟能力的這個部分 那通常會用一般話的模式在講話的人 他來自於講話的都是比較前衛式 所以基本上 這種前衛式的背景 又牽涉到一個 是在信念的問題 那信念的問題這個部分就 在處理上 首先 我要跟各位朋友講幾個 第一個 Robert Dears曾經講過 假如牽涉到信念的問題 那就看你如何解決 當當事者還不想解決的時候 你只能夠用 這些語言模式來鬆動他的信念 不要試圖要改變一個人的信念 尤其是 Robert Dears也好 Richard Vander他們都說過 當一個人不主動尋求諮商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隨便出手 因為你的出手 不見得能解決問題 假如當事者不想改變 你就不要去做這些多費工的 好 那在一般話裡面 請切記 很多 假如一個人用了非常多的 一般話的 語言模式的話 那麼 他 你可以注意看看 他可能都是來自於比較前衛式的 那種信念 那有某種方式 可能是出現在 這個是在 可能是以太操作模式 那種 這個 那這個就牽涉到 他可能是屬於自信不足的 這個部分 那麼再來 刪除類 會在意識上出現紛爭 好 在這裡 我想 我要跟所有的朋友講一下 那麼 我曾經學過非常多的NLP機構 我除了在台灣學 我在美國 上過 Robert Diaz 上過 Cone Andrews Steve Andrews 高絕的課程 上過 Michael Hall 聽過 那個 Tim Harbone 那我也上過 Richard Bender的 Tranter的課 那麼 這些課程裡面 都有提到 Meta Mode的這個部分 那麼 有 我剛才講了 Richard Bender John Green的最早 他們的Structure of Magical 他分成12類 那 我有 學過了 一些不同的機構 他把它分成20幾類 那我也知道 台灣有 香港我 比較不清楚 大陸上 我知道有人 因為他從香港那邊學來 或者是別的老師那邊學來 他把一個Meta Mode 演成出20幾類 那麼 我這裡要 跟各位朋友講的是 把隨便一句話 任何人講的任何一句話 你把它納入是哪一類 所以 我覺得 並沒有需要 花太多時間去搞 那麼 至於 Meta Mode有多少模組 重要嗎 我覺得 不那麼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會用 那才最重要 所以在這裡 這個 錄音欄裡面 我想用的是 我希望 用最大的 方式 讓你懂得如何去用 並且能夠掌握 那麼 至於 NLP的Meta Mode 到底多少模組 就 看你怎麼用了 那 NLP最重要的是 它能夠使一個人 有效的 跟迅速的 提升自己的 思想能力 改變自己的信念 價值觀 跟規則 那麼 使你 對自己的人生 中的 各種的態度 會更成熟 更有效力 改變 那 我在這裡 我要說一句 這是我很早之前 我就講過了 NLP 假如你只想學一個 那我建議你 就是學Meta Mode 吧 Meta Mode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 那 至於說 Meta Mode 好不好學 怎麼學 有幾個簡單的技巧 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不管你是屬於視覺型 觸覺型 或是聽覺型的人 你不要去太care 也許 聽覺型的人 會學起來比較快 但是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你要會用 而且 整個NLP 的Meta Mode 很重要幾件事情 你要去注意到 你要去 觀察 觀察 比 你很會說話 更重要很多了 那麼 在應用Meta Mode 裡面 這裡有兩點要 請你注意一下 第一件事情 永遠要先建立親和感 不要戳戳必然 好 那麼第二個是 你要先清楚 到底 你要用Meta Mode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意圖 你的目標是什麼 不要還沒處理好 你已經跟人家打架 你已經跟人家吵架了 那就 就得不償失了 好 那麼在這裡 要跟朋友講的就是說 請先處理扭曲類的 然後是一般化 最後才處理刪除類的 怎麼說 因為每一句話裡面有不少的刪除 假如從這一類的左手 通常你會花了很多時間 那麼扭曲類通常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我剛才講過了 扭曲類 它通常在扭曲 在情感上面 碰得最多 那一般來講 扭曲 有些時候 它已經超越到了 信念的 logic level裡面的 信念層次了 所以 從扭曲類 你只要能夠打破 比如說甚至能夠找出 誒 你如何知道的 或者是說 找出一個 跟它想像的不一樣的 譬如說它是富而是相等 你能夠找出一個 它根本不相等的 那麼 你 可能會比較容易的去處理 而且 瞭解 這個說話者的深層結構 好 這個是在 Metaboard裡面 在語言模式裡面 你要處理的 記得扭曲類先來 雖然扭曲類是最難 但是 它 是處理完之後 它的效果最大 然後再來是一般化 好 一般化我剛才提過了 它是通常 牽涉到信念這個層次了 好 那最後才刪除類 好 那麼 對我剛才提過了 扭曲類 它是在logic level裡面 比較高的層次 好 那麼 一句話裡面 簡單的話裡面 可能包含數個模組 那麼 各位朋友 你未必全部都要處理 你應該先決定說 你要問的問題的時候 你先要從哪一類型 先處理開始 好 所以從 你要先決定你的方向 當你決定你要問的 你想達到的 到了目的 你才問 適合的問題 好的問題會帶你到天堂 不好的問題 只會讓你到套房 不見得會到地獄啦 但是 考的問題 比較快找到答案 不見得到天堂 因為天堂 不見得人都喜歡去嘛 好 就像我來講 我就不見得喜歡天堂 我喜歡自由自在 各位朋友 好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不知道你以為 好 那再來 呃 羅伯蒂爾斯 把Meta Mode 好 我這麼講好了 他分得比較細 羅伯蒂爾斯 呃 他把它分的是在 羅伯蒂爾斯 這麼講好了 他在NLP裡面 他算是 在NLP 在理論這個部分 他算是貢獻最大的一個人 那還有一個 Tim Hubbard 他們 兩個人算是 書寫的最多的 那麼 羅伯蒂爾斯 在 Pretitioner裡面 他講到了 要Meta Mode 2 那在高階的 課程裡面 他又教了一個 Meta Mode 3 那麼 前年的樣子吧 他又寫了一本書 叫Meta Mode 4 我這裡跟 聽這個錄音課程的朋友 先介紹一下 什麼叫Meta Mode 2 什麼叫Meta Mode 3 什麼叫Meta Mode 4 我大概跟課裡 稍微介紹一下 Meta Mode 我們講很多了 基本上就是語言模式 那Meta Mode 2 那Meta Mode 2 是指什麼 Meta Mode 在這 Robert S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方向 他是要決定方向感的 方向性的 所以Meta Mode 2 強調的是 你要問的問題 你要有方向 你希望引導當事者 到什麼地方去 那Meta Mode 3 他又加上了 你要去觀察 對方的肢體語言 因為 在NLP的高階課程裡面 不應該說是 NLP高階課程才有 NLP一般的 你都要注意到一致性 因為 有人可能會嘴巴跟你講 好啊好啊 但是呢 他實際上 手在背後寫No 或腳在底下寫No 譬如說 我現在跟你講 好啊好啊 你覺得 我的好 有多少分呢 好啊好啊 你相信哪一句話 哪一個 很棒啊很棒啊 很棒啊 很棒啊很棒啊 請問 這個就是Meta Mode 3 他在講 你要再把這些肢體語言加進去 那什麼叫Meta Mode 4呢 基本上Meta Mode 4 他強調的是在 信念 這個層次 所以 Rober Dears強調的是 在Meta Mode 4 你要加上 除了你在問問題之後 你再 加上他的肢體語言之外 你還要去注意到 他的信念層次 價格觀層次了 那麼這個問題 我這麼講好了 我是01年02年 在NLPU學 Master Practitioner 跟Train 跟GlobalTrain Consultant的課程 所以 在前年 Rober Dears 在提出 Meta Mode 4 那是我上完課之後 好多年之後 再提出來的 但是 我在04年 在上Richard Bender的Train 課程的時候 我曾經問過 那個 Richard Bender 當時是 拿著拐杖 坐在沙發上 我就只好蹲下來 然後我在他旁邊 我問說 您覺得 我問他說 您覺得 Rober Dears 把Meta Mode 分成Meta Mode 1 Meta Mode 2 Meta Mode 3 你的看法怎麼樣 那你有什麼建議嗎 在學習上 怎麼樣 我問了很多 然後 這個老頑童 但是 聽完我的問題的時候 我只記得 那個 他回答我的那個 照片 好像有朋友幫我拍照 他只是 抬起來看著我 然後轉頭看著我 他說 What do you think 然後就看前面 他意思就是 你說呢 你想呢 然後他就 雞里呱啦的 展出他 最擅長的 那一套 講到一個 不相干的 故事啦 各位朋友 你說呢 Richard Bender 想跟我講什麼 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蛤 所以 在這裡我要 跟朋友講 學NLP 本來你就要有目標 就是要有方向性 你想到哪裡去 你本來就要注意肢體語言 所以基本上 我比較喜歡 Richard Bender的方式 好 那麼 你並不要去 care 再把他 Metamore 2 Metamore 3 所以在我的課程裡面 我把這兩個 我只是帶過而已 因為 一般你就是要注意對方 的肢體語言 而且 你很重要的就是 你問話一定有方向性 不是漫無目標的問 所以為了避免得到過多的資料 那 變得 讓過程變得很散漫 失去焦點 讓會時間 所以 每次在開口 開口的時候 請各位朋友 你要注意 你就是要問 我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 你知道的目的 你才能夠知道 你到底要往哪裡去 你也才有辦法 帶對方 到他想要的地方去 那麼 Metamore 3 任何一個語法 都沒有對錯 所以 對方在回答你 也沒有對錯 你也不要去 去那個 這個都是多的 你要在意的只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 從你的問話裡面 得到你想要的 那麼 花問 有很多種方式 在這裡 朋友 我想跟你 交換意見的是 你在花問的時候 我們剛才講 Metamore 注意的 要 第一個要有親和力 所以在這裡 Metamore你要婉轉的使用 高雅的用 輕鬆的用 不要把你的教堂 變成是在省問 所以可以的話 加一些幽默的語句 欸!我很好奇 你怎麼會這樣子想 欸! 你這樣子講很好喔 你可不可以多跟我講多一點 關於這個 這個人 你為什麼會覺得他是個復興漢呢 難道 巴拉巴拉巴 多加一點點 幽默的 講話 讓你講話 讓對方不會覺得 哇!怎麼這麼恐怖 這傢伙 好像在省問我一樣 那麼 講話裡面 要多注意的是 你如何幫助對方 找到解決 跟處理的方案 這才是最重要 不要去care 那些他到底 現在講的是扭曲 刪除 一般話 那重要嗎? 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把對方帶到哪裡去 你帶到天堂 帶到地獄 帶到套房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 各位朋友 今天七十三講的Mentamode 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 要再繼續 再跟各位朋友 再多講一點 然後包括 每一個模式 你怎麼去化解 好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